我们接着来看这手牌 谭轩拿到石钩 加注到1万 其实现在我录视频的顺序 基本上就是 有YK的牌局啊 咱们就看看 有他的牌局就在看 有他的牌局就在看 这牌局就都还可以啊 咱们有专门挑 就是他赢的牌局来看 那这手牌在大盲位 小盲位 就四人抵持啊 四人抵持 来看看这个翻牌 勾29 就最近YK的势头 特别的猛啊 打的也比较凶 盘旋一对勾 这应该是要下注的 4万4的抵持 这个抵持一般会下个 半匙啊 甚至更重一些 这样的注嘛 但也有可能轻一点 比如下个2万 就真下的轻了一点 也可能下这样的注 但是就是2万以上啊 但我觉得四人抵持 可以稍微比半匙重一点 也比较不错的注嘛 半匙左右就都可以 甚至三分之二抵持 也不见得有问题啊 来看这手牌吧 八九十钩 艾奥特选择call 其实两个人的牌都非常的强 但YK羊这会儿的判断 可能两个人的牌力 都没有那么强啊 YK羊觉得 寒暄想了半天 只4万4的抵持下2万 而艾奥特也仅仅是一个call啊 这里边 YK羊认为是一个机会 再挤压这两个牌手 这里边加注到9万 那这个时候一对狗 谈旋就有点纠结了 其实YK羊刚上桌的时候 好像是20多万 看他对艾奥特选是18万吧 反正记不清的 可能就20多万 现在变成60万了 筹码量 这里边谈原的狗啊 变成了很难判断自己的情况 其实这条街能跟的话 这顶对狗面对现在这种局面 往后也不太好打 就是你这个狗call了之后 比如转牌发出什么 78ka 就是各种各样的牌发出来 别人再下注 你说你这个狗还跟不跟啊 他就是往后打 有点不太好打 现在本来就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YK羊的牌比较极端 其实更偏向于有真牌 因为这个牌面9-2狗是 彩虹面是吧 彩虹面一般别人不会太激进啊 没有花顺双筹 就像Ialton也仅仅是一个call 这时候在一加下注 一加call的情况下 YK羊敢瑞斯啊 这里边其实平衡于认为 YK羊有真牌的 谭轩会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 想也其实不太容易 这只能看嗅觉了 根据别人下注时间 谁要吃哪量 那个节奏感 谭轩其实这个猪有点下的偏小了 两万说实话 才导致有这种局面出现的 让别人觉得他的牌力可能偏弱 那Ialton这个牌 其实他和谭轩的局面面差不多 然后Ialton就得埋一条街啊 埋一条街的上下顺着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个牌我没太算 底时赔率啊 不到合不合适 这个时候你不能按42法则算 你得按2的法则乘2就能算 他比如 890高 8张牌 2816 你只能按这个概率来算是吧 因为别人转牌很有可能继续开枪的 哦 A2啊 Yalton变成两对的 那咱们上帝视角 如果不发位章 Yalton也不一定会开两枪啊 但是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局面下 我们其实得考虑到 转牌别人可能继续开枪的 那么的算底时赔率 不能按42法则的4来算 4是这牌局打到最后的胜率 这时候Yalton继续下注 14万 其实一般即使你得想到 这种牌你要跟的话 你只能想一条街啊 因为转牌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继续下注 这YK羊的势头非常猛啊 上桌可能20多万 20万可能是一个买入 现在来到了80万的筹码量 我们来看看这手牌 YK羊拿到对8 在HG位 加注到11000英镑 梁羽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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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觉得这里边应该就是叫鱼梁 因为弹轩是吗 都是正着叫的 这里边YK羊 对8这里边也是选择尻啊 鱼梁 我叫梁羽叫习惯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叫鱼梁啊 就按着这么叫我 以后咱再稍微注意一下这些东西 他那个翻牌2A9 这手牌弹轩是 鱼梁啊 原来叫鱼梁 不是叫鱼梁 还叫鱼梁啊 应该是这个名 这个底石其实这个A和弹轩的三拜的范围还是比较匹配的 这个面也适合弹轩偷一枪15万英镑的底石 看盹轩下多少 其实这个柱并不一定需要下的很重 这牌面整体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盹轩这里边主要演一对A 完这个牌面没有那么复杂啊 像这种面其实底石三拜的底石已经挺大的了 来到了15万英镑 这种底石比如你下个7万英镑这样的柱就不小了 我感觉啊 当然你也可以下个8万啊 但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啊 甚至更小一点 但弹轩只下了5万2啊 你们这个面不是很复杂 三拜的底石已经很大了 其实我们这种时候 一张A也没有必要下的特别重 来告诉别人我们有A啊 像反映中一张A也可能下的没有那么重 你希望别人来跟你 这才是有A是吧 这个牌面能跟弹轩的牌并不多 弹轩自己也是一个美化 完这里边Y黑羊也是弃牌了 其实这种牌 之所以就是咱们看这手牌啊 就是看就是介绍一下Y黑羊的牌峰 Y黑羊就是他没有牌的时候 这个牌又和你的范围比较匹配的时候 我也不跟你纠结啊 我也不跟你去费尽的产打 我就是轻松的弃掉我这个牌了是吧 这就是Y黑羊的牌峰啊 但像一些弹轩 德万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会更容易去争这个底石 但是Y黑羊对于争底石就没有那么执着啊 就是大概介绍一下Y黑羊的牌峰 其实前面几手牌大概是吧 他这个牌局还挺好的 其实前面几手Y黑羊参与的牌局下来 就大概正好可以看出Y黑羊是一个什么样的牌峰啊 就Y黑羊整体上 他要比咱们上边的视频看下来 其实他的手牌范围要紧的 他就正好啊 一上桌赶上这些牌了 让他玩的牌还是整体上偏多一些啊 他跟桌子上的人什么德万、艾奥特 弹轩比起来 他其实可以算作紧胸玩家 但是实际上他玩的又没有那种紧胸的那么紧啊 范围又没有那么紧 比正常的紧胸又玩的宽一些啊 但整体而言是手牌范围控制的比较紧的玩家 来看看这手牌 这手牌是德万面对和Y黑羊的对抗 这手牌德万在这个面儿偷鸡啊 这手牌开头是什么情况 四万的底持六千 起个Race一万多 死前有一万五 他就一个正常加注入池的牌局是吧 这里边 德万对Y黑羊进行偷鸡 Y黑羊这里边也是对七防守啊 你凭什么我信你有八对吧 德万还要继续偷吗 这里边 这里边黑一眼中对八对六都有可能下牌啊 但对六可能可能也有不小的概率会过牌 对八可能会继续下注啊 总体上而言 这个面儿并不是太适合投机啊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买牌会下注 别人都会跟啊 这六八在这有不少的什么买花买顺 好德万这枪下的比较重啊 德万他也知道这个面儿不太适合他投机 他得筹码下的重一点 用这个筹码的压力 迫使对方更容易的气盘啊 好的高手 你越是要给我压力 用筹码压力 这方面给我压力 我越要靠你的 好 合牌一张九啊 这张九非常适合投机啊 这张九可以表示种一些花 一些顺啊 这张九是外天阳不太喜欢的牌 但外天阳这两张七啊 其实这时候可以算隔断张的 要是他两张七啊 这张七隔断了一些顺的是吧 玩草花七 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吧 我们可以参考是吧 隔断了花 这里边德万啊 自古花山一条路 已经停不下来了 做了一个偷机啊 博命偷机 就是这手牌 可能外天阳想一想他会尻的 就在于德万现在就是演种花啊 种花种顺这样的牌 主要就是种花 而白天阳这里边 他对七首先咱们说了 隔断了顺的 隔断了一些顺的是吧 其实他这个对七真的隔断了很多顺的 因为对七这样的牌还是 比你什么对A对K这样的牌 他的隔断效果要明显的多的 因为大家一般 有A什么的都带好牌都会玩是吧 你一般有七的牌他很少有特别好的组合 所以这个时候 你对七其实隔断的参考性要比什么对A对K这样的牌的参考性 要大很多的 但是就是主要演的草花啊 他这一张草花其实对花的隔断性没有那么强 但这个牌德万这手牌多少打的也有点奇怪是吧 在这种牌面 尤其在转牌的时候是吧 他也在继续瞎住啊 而且下一个很重的住 好像就迫使我想弃牌似的 其实这手牌你想一想很有可能call是吧 其实这手牌我觉得转牌的时候德万打的不够好啊 这个面真的不太适合投机 那维克弘还要走完 直接打站起来了 应该是打走了吧 对吧 维克弘这又是一手漂亮的偷鸡啊 德万这手牌还是他转牌的偷鸡 有些勉强了 维克弘这头膜啊 然后这是最后一手牌啊 我还真的结束了 排局打三了 如果啊 没有计划 都能在这里 哇 哇 就是